自己畫面中可以看到 身穿軍服的全信中士躺在單架上 表情痛苦被送進急診室 七號陸軍第十軍團 狹屬機部二三四旅 進駐新竹湖口的營區 在北側中心實施自衛戰鬥演練課程時 因為在操作訓練用的簡易暴力器材 不明原因突然爆炸 導致中士不慎受傷 來聽一下收早訪問 軍方表示事發的第一時間 馬上就指派高階幹部前往處理 幸好這位全信中士 只有手部受傷 沒有生命危險 只是軍方操作這種爆炼器材 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風險 目前軍方表示 後續將會要求進訓部隊 落實的做好各項作業的風險管理 確保每位軍官的訓練安全